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总结我们过去这个星期里所说的进度 去到生命这个步骤 其实只不过就是说 一个太太其实需不需要和应不应该去维护她丈夫的生老病死呢 其实是需要的 但问题有多少太太在做呢 其实是没有的 甚至有些真的到老公病 或者真的到老公罚了她 她已经是不断胜 给面试人看 讲完又讲 是不是 叫声大眼气 什么都齐了 是不是 其实很多女人她自己甘于一生都是做过伯父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为自己而活 她没有想到就是为别人而活 为丈夫而活 去到道路真理生命之后 去到生命呢 其实是在维护她自己的丈夫的生老病死 对不对 但这个只不过是开始来的 因为我们读到炎虎篇的时候 这个炎虎不是 如果你说她就是维护大胃的生老病死 那就不用那么多经文了 也不用讲那么多范围 其实在这里讲那么多范围的原因就是 原来我们道路真理生命 去到生命的时候 我们是会做到这个程度 我们会服侍一个炎虎服侍她丈夫 就像石安去服侍主耶稣一样 但是跟着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丈夫的梦想呢 丈夫的工作呢 或者是丈夫的使命呢 这些又怎样呢 是不是呢 更加你会看到很多太太根本就 结婚之后呢 就是自己生活在自己的梦想天堂 那就发觉奇怪 那丈夫为什么跟女秘书有景观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女秘书虽然瘦身 但是她负责反而 只能帮助了丈夫的事业 或者是工作 是不是呢 但问题是如果在讲基督徒的话 因为太太 其实她的属灵的头就是她的丈夫 既然她这个家庭是以主耶稣 基督徒是她一家之主的话 那究竟这个家庭在信仰上的定命呢 这个太太究竟会不会能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向这个方向进化呢 石安就是这样 我们有没有完成主耶稣基督 在这个时代里面她的定命 她的梦想呢 为什么圣经里面清楚记载 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每个时代当中 主耶稣的梦想 主耶稣的使命 主耶稣的工作 都可以由她那个时代的教会完成 因为她的教会就是她的身体 现在你就明白了 就好像一个头 一个头她有她的梦想 使命 她有她的学识 但是完成她的梦想 使命 和她的工作 是她的身体完成 是不是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 其实 为什么在《以忽所书》里面说呢 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就好像头和身体的关系 就好像丈夫和太太的关系 这是一个极大告辟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太太 连肉身的炎妇都没做得到 别说在属灵里面 所以原来一个好的属灵 即是爱主的太太 其实她不单只照顾她丈夫的生老病死 例如留意着丈夫的习惯 虚寒问暖 并且很留意丈夫用什么方法 去完成自己会逆的工序 工作 如何维护自己的健康 如何保持自己的优良习惯 有很多时候太太太 完全都不会学习丈夫有这些东西 她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看着家屋顺不顺眼 丈夫把这件事搬走她 丈夫把这件事搬走她 不用了她便宜了她 她没有想到 丈夫你放了这件事 可不可以再好一点 你是不是忘记了用 我放在哪里你可以用得到 或者甚至 再帮她讨论一下 在这方面 会不会更加有效更加专业的这些用品 无论那样是 营养剂 又或者是一些运动器械 又或者甚至她工作的时候 那些笔记 或者是她那些的材料 有一个太太 其实她可以在家里做到秘书工作 不过很多太太不是不想 她自私到 根本不会向这方面发展 你明白嗎 或者丈夫求她 求她 勉強或者会做 好像直成慈泰太后一样 给免会做 你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要有言负偏呢 因为事实上很多人 一出世 或者甚至结了婚 甚至入了棺材 身为太太也从未想过怎样去学习 没有的 他只选择一条道路就算了 这样就完结他一生 所以现在你就会明白了 原来我们只是一个开始 而直至到一个阶段 就发生了什么的演变呢 就是我要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宿令的回报 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妇人 他用这个方法去行他一生 但问题是这段经文其实是说另一件事 因为他就是说这件事 所以我才一定要向那么深的领域分享 因为他说的是能力的回报 我们再读一次 第17节 他以能力速腰屎傍庇有力 为什么我要说到那么深入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做到那么深入 他根本永远不会明白这一节经文 所说的能力回报 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在信仰里面 当我们在信仰里面 你就会更加理解 就是说其实原来我们在信仰里面 身为一个言辅 教会 其实原来我们为神 全间教会去选择了道路的话 其实这条道路 就会借他的力量给我们 就是我们称为的力量回报 因为原来所有的道路 都会牵涉到你对某方面的研究 就是方法对方法的研究 真言第三刹一章 第17节 他以能力速腰使傍庇有力 我会练述 云 书 先分个星 诚恨天风我心灵求你傾听 怕我尘在世间 献力尋求神路径 寻着你老道心灵响应 神啊我怕我寻着你 心虽然你才逗到你 我心愿留顺服你 唤诚恨天风我寻着你 心中知悟你默然听听 头可到达你面前 诚恨天风我心心呼应 诚恨天风我心灵响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